依照传统的习俗 女子出嫁的时候会从理车上丢出一把扇子 代表要把过去在娘家的脾气统统丢掉 不过在嘉义县昨天这场婚礼非常的特别 新娘从理车丢出去的不是扇子 仔细看看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台分离式冷气 影片一po出来 立刻引发了网友热议 就开玩笑说 这新娘的脾气也太大了吧 老公以后没好日子过了 而这对新人在今天也出面了 新郎坦诚说这是她的点子 希望太太把坏脾气留在娘家 理车上一台冷气游游欲坠 下一秒新娘伸出手 霸气把冷气往外推 这是嘉义大林镇14号举行的一场婚礼 新娘的举动其实是来自结婚的传统习俗 女子出嫁要从理车上丢出一把扇子 代表丢掉坏脾气 只是这回丢出的是一台分离式冷气 因为我的老婆脾气有时候会比较 较坏啦 我们还换丢冷气 然后也经过我们的老婆的风雨 我才敢这样 请我老公帮我推一把 然后就顺便两个人的脾气一起丢掉 怎么要丢好呢 你那边丢好 你那台旅车我怕你给它刮到 原来这是电气孝东新郎的点子 影片po上网网友笑说 压缩机有顺便丢吗 新娘脾气也太大 老公以后没好日子过了 很棒啊 是不是这个新娘也是脾气很乱 我会想要丢最轻的 把脾气留着欺负老公 我会想要丢那种 工业用的电风扇 其实之前就有人 嫌扇子不够力改丢电风扇 这回又有人直接抛出一台冷气 年轻人结婚搞创意意外成为话题 记者综合报道 明轻人结婚 明轻人结婚 这个月 education